十字路口蓝色轿车绿灯直行 没发现右方冲出来的救护车 两车剧烈撞击轿车滑行好几公尺 等红灯的骑士目睹全程 吓得逗退撸 撞击瞬间救护车车头破裂 车盒碎片散落满地 被撞到轮胎都飞了 救护车倾斜往左岛 蓝色轿车右前车头也几乎全毁 这几车祸造成两人受伤 除了车上原本的患者之外 救护车驾驶肋骨腹部疼痛 走路需要人搀扶 原本要救人的反被救 车祸现场就在台北市新一路和松人路口 当时一名患者失血急需送医 救护车行驶在松人路北往南方向 行进路口时疑似没减速和轿车撞上 救护车出行的时候虽然有优先路权 但是在经过路口的时候 还是要减速注意左右 有无来车才能通行 如果没有进到这些注意义务的话 还是有可能会有肇事责任 救护车执行勤务时行车速度不受限制 必须鸣笛并开启警示灯 但闯红灯还是得顾及行人和其他用路人安全 轿车不理让救护车可处3600元罚环并吊销驾照 驾驶是一名土耳其籍男子 公称没看到救护车就撤职为零 警方认定双方都有肇事责任 后续车损赔偿还在协调中 听到鸣笛声驾驶务必提高警觉 注意救护车方向 政务声也得再三确认前方路况 毕竟优先路权不是绝对路权 出勤安全第一 避免意外延误救人时机 TVBS讯人刘玉俊简约齐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